新闻 股市 财业趋势 掌握理财脉动 大家一起发发发 欢迎收听财经一路发 FM98.1财经一路发 大家发发发 听众朋友我是阮木华 今天亚洲最大的新闻 应该讲说全世界最大的新闻 就是文经会 也就是南韩总统文在寅 跟北韩领导人金正恩 今天历史上的会面 这个会谈在今天一早就举行了 这个两个人牵手过38度先 看起来是哥们 巴迪巴迪 然后媒体报道说 文在寅就对金正恩说 我什么时候可以到北韩 因为这一次是历史上 第一次有北韩的领导人到南韩的领土 因为是金正恩自己走过38度线 到南韩的在38度线旁边的 这个机构叫住宅和平之家 进行会谈 那当然文在寅就开玩笑问他说 我什么时候可以去北韩 那金正恩马上牵着文在寅的首月 过38度线 说你已经过了北韩 你已经到了北韩 可见金正恩这个人很聪明 这个临场机制反应真的是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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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了 我觉得这个年轻人三十几岁 真的是 哇这个太有深度了 好那当然全世界都在看 这两韩到底能谈出什么样的结果 事实上这一次的两韩首脑会 并不是史上的第一次 史上第一次是在2000年的时候 当时北韩的领导人是金正日 也就是金正恩的爸爸 跟南韩的总统金大忠 举行了南北韩分裂55年来 第一次的首领会谈 在当年呢 就共同发表一个叫做北南共同宣言 那当然这是一纸宣言 并没有实际的约束力 可是当年呢 金大忠就拿到诺贝尔和平奖 我想金正恩心里面一定想说 这个奖应该一半是我的吧 就事隔七年之后 南韩总统如武炫 又到平朗去 跟金正日会面 那两个人呢 在会面之后 又发表了一个宣言 这次宣言的名字比较长 因为跟 当然不能跟第一次一样 叫做北南关西发展与和平繁荣宣言 事实上换汤不换药了 大概就是因为不能跟第一次的名称一样 多加了几个字 那但是呢 这两次的会谈 其实呢 都只有火花 并没有结果 也就是说这个宣言 它只是一纸协议 它随时可以被撕毁了 它只是一个象征性的 它甚至连协议都伸不上 它只是个宣誓性的东西 那真正的和平是要建立在双方 共同努力的基础上面 那可是我们看到2007年之后 双方并没有朝这个方向去努力 反而是越走越远 直到呢 文在寅当总统之后呢 南北韩又开始破冰了 又开始出现了再一次的契机 我觉得这也是两岸的一次很重要的借境 给两岸的领导人看这个南北韩 怎么样他们可以为国家共同的发展 去摸取人民的福利 那我觉得这是很重要 对两岸的共同的启示 尤其是对台湾的启示 我觉得更重要是对台湾启示 怎么样从一个棋子变成棋手 我觉得棋子叫做弃居保帅 也就是说呢 这个居随时可以被弃掉去保这个帅 或是保将的 但是呢 如果你变成是棋手 你变成是一个下棋的人 那就格局不一样了 金正恩就是标准的 从棋子变棋手的这样子的一个发展 好 那当然今天我们不是主要来谈这个 我们今天有脸书直播 所以听众朋友上我们官方粉丝团 你先会看到严博士坐在我旁边 刚刚一直在笑的就是严博士 严成辉博士 严大宝华综合经济研究院策略分析师 每两个礼拜的礼拜五 会来我们节目的严博士 现在目前呢 在我们节目现场 我们今天有脸书直播 所以听众朋友 你可以上我们new98官方粉丝团 你可以看到严博士 我那就免了 这个主要看一下严博士 今天要跟我们谈什么 那当然今天第一个要谈 也许等一下两韩峰会 严博士有一些comment跟我们讲 但第一个我们今天要谈的是 主季总处呢 今天就在刚刚发布出来 今年第一季的GDP数据是3.04 看起来这个数据是不错的 因为是上修了0.27个百分点 那我想第一个问题 就先请教严博士 来针对主季总处 今天的GDP做评论 应该这样讲 这一份的经济成长率 是一个符合预期的经济成长率 为什么 因为原本来讲的话 会有上修的感觉 是因为原本在主季总处 他在今年2月的预测的时候 他是预测第一季的经济成长率 是2.77 不过事后来看 已经公布出来的数据 看起来这个数字太低 所以原大保华在后来3月的预测率 其实我们已经上修到3 那最后公布出来3.04 那其实跟我们的预测差不多 不过我其实有几点想要跟听众朋友分享 在这一次的预测当中 有一个最大的不同点 其实是来自于内需 因为我们过去这几年 台湾的经济一直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们一直依靠是外需出口成长 不过这一次其实你有看到 内需的表现是不错的 因为你如果来看 就是说今年来讲的话 第一季的经济成长率3.04 数字本身比去年的第四季跟第三季都低 因为去年第三季经济成长率3.18 第四季是3.28 可是第一季已经来到就减慢了3.04 但是有一个温度 他正在产生是消费 消费从去年第一季开始是逐季升温 去年第一季是1.81 第二季2.05 第三季2.62 第四季2.89 来到了今年的第一季 来到了3.02 国内的消费看起来是慢慢在升温 那很多人在问说 消费升温的原因是什么 为什么消费其实好 有虚的有实的 那虚的是什么 第一个部分当然就是股市成交量 其实国内的这个GDP统计 里面是把股市成交量算在消费里面的 那股市成交量YOY 46% 是是是这是虚的 但有实的 因为其实台湾最近来讲的话 这个汽机车的销售 因为其实常年来讲没换车 那这两年就是特别是去年开始 这个国内的汽机车的销售状况是不错的 成长速度是很好的 另外来讲就是手机 手机的换机槽 虽然iPhone卖不好 但是就是所谓的二阶手机 就是这种换机槽 其实也是带动了一定程度的消费的成长 那另外来讲的话就是消费这一次 其实也看到就是有实在的是餐饮销售 其实也不错 餐厅其实也是有人的 那餐饮销售成长是4.17% 它其实表现的也比起整体销售来的好 那最后一个其实也是实的 不过它是看得到吃不到 就是国人出外旅游 哦 国人今年第一季出国旅游 新台币真的很强啊 说坦白话 这个新台币在今年第一季是来到29左右 比现在比起来是贬值很多 就是现在是跟那时候比贬值很多 国人出国旅游成长是7.62% 这也是反映在消费 所以说其实第一季 其实看起来今年 其实元大宝华在就是上一季的时候 我们预测就是今年 其实台湾的内需还是有温度 因为其实到目前为止 劳动市场都还不错 然后再加上年底还有选举 所以整体看起来消费的数字会让 就是投资朋友虽然也都知道 最近的经济成长已经在减慢 但是有内需有消费的支撑 这一波的减慢看起来 它不会是掉的很快的状况 那最正面的就是消费 那稍微来讲的话 就是比较中性 中性的数字是出口 就是这一次你可以看到就是 国内在境外需的部分 出口表现是不错的 但最好的那个东西叫电子零组件 看起来第二季是不行的 因为大家也都知道 就是说像包含就是 苹果的材测是下调的 那整个电子零组件 第一季有两位数的成长 来到第二季 要能够持续是有限 但是有一些东西都还是OK 包含基本金属塑胶 它还是受惠于就是 国际原物料价格上涨 在这个部分看起来后面的能见度是有的 然后再来就是说就是出口 所以它是有正面有负面 它是一个中性的状况 不过这一次的GDP的预测值当中 有两个我觉得是听众朋友要注意到 是比较负面的讯息 第一个是事实上YOY看起来还有宝山 但是成长率是在下滑 因为我们在公布这个经济成长率 除了在看YOY以后 我们还会看这个 经过季节调整后的年化的季成长率 就是说QOQ但是把它年化 就是有那种 你可以看到就是年的成长速度 但是是季整率 那这个数字其实在这个月来讲 它掉的幅度算是并不小 为什么说它并不小 因为其实在今年的第三季 还有今年的第二季 那就去年的第四季跟第三季 年化的季成长率都有5% 你知道去年来讲第三季 这个QOQ年化 还有季成长 季成长但是是年化过后 就相当于季成长乘以4 QOQ的年化季成长还有5.65 第四季有4.34 可是今年第一季来到只剩下1.32 就是成长速度 在趋缓 有点趋缓 而且趋缓速度不慢 不快 就是趋缓速度还蛮快的 就是很明显的趋缓 对很明显的趋缓 那很多人就说 那为什么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告诉我们说 看起来这种趋缓 可能不会是停在第一季 因为这一次其实有一个地方 我们的GDP不错是境外需很好 顺差很大 可是顺差为什么很大 因为投资很差 那这一次今年第一季的资本设备 就是投资 它基本上是负成长 投资衰退1.7% 这在一个国家来说 如果你说我今年经济成长 要来预测个说足迹向上 这个不可能 因为投资的成长率 它已经是衰退 而且其实它不是第一季的衰退 其实从去年就是从年中开始 就下半年开始整个投资都在降温 某种程度上 其实厂商很早就已经有点就是 就是先知道这个景气上 看起来这个能见度最热 就在去年下半年 那接下来大概就足迹降温 厂商比较保守 比较保守 不过其实还是一句老话 今年的经济像是什么样子的东西 今年的经济 其实正在点燃就是内需 我们现阶段的内需有一定的温度 所以说今年的经济有点像是景气扩张之后 你必然会在这个阶段下面 有一个其中的暂停的现象 那第二季第三季第四季 从这一次的GDP的预测里面 看起来这个其中暂停的现象是会存在的 原大保华 我们在三月的时候当时有做过一个预测 我们说第一季经济成长率大概是3% 那今年来讲的话 第二季就会降到是2.87% 下半年数字就会掉比较快 因为我们刚刚说没有投资了 下半年就新的产品周期 看起来比较很有希望 但是再怎么样有消费的支撑 今年第三季我们预测是2.07% 第四季还有1.86% 所以呈现是一种 就是方向上大概已经笃定了 就是逐季是趋缓 但是就是程度上面 目前在有内需的情况下 那程度上面大概还可以维持在 就是正成长的状况 那所以说其实与其你去在乎 就是台积电还有没有订单 现在台湾在主战场决定说 我们这个经济成长 是不是还能够维持在 是一个正成长的格局 其实是内需消费很重要 现在消费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今年第一季稍微好一点 就是内需稍微增温了 很增温很多 另外呢 但是值得隐忧就是投资 其实是衰退的 对后面动能 没什么能见 好那当然这个内需 其实也要靠厂商的投资 是 如果厂商不投资了 没有新的工作机会 或是说薪水不增加 那当然后面呢消费 是不是可以持续增温 就有疑虑了 没错 所以这些其实都有关联性 他绝对不能被单独切割来看的了 那整体而言呢 3%的GDP啊 已经对台湾来讲算是不错的数据了 那也就是说呢 台湾未来啊很长的时间啊 你只要能看到GDP在3%以上 你就要阿弥陀佛 你就要谢天谢地了 那非常有可能台湾长期的GDP 那就是停留在2%上下了 没错 那这样子的GDP增长 其实是很难带动国民所得的增加了 我自己个人是这样认为 就是说2%的GDP的增长 怎么样让企业帮员工加薪呢 怎么样带动长期的这个国民所得的上升呢 其实是有疑虑的 可是另外一方面 我们可以看到油价又高涨 今天的消息是什么呢 是下个礼拜听众朋友要心理准备哦 非常有可能器材油要各涨四角跟五角 这已经是连续三周的大涨了 过去这两周啊 油价一公升已经涨了有一块钱了 那下个礼拜如果再涨四角五角的话 连续三周油价就已经涨一块半 那我们刚刚讲说所得没增加 这个薪水不提升 但是呢我们的消费的成本在上升 这个国际油价的持续的大涨 其实对台湾来讲 会不会有通膨的压力 以及呢更辛苦的民生内需呢 这个要请教颜博士 其实说实话我们从去年一直都希望了 隐隐的希望油价不要这样子上涨 因为其实大家众所皆知 所有的景气陌生段最后一根压垮景气的稻草 绝对是油价 那这波油价如果问我说有好消息跟坏消息 好消息是到现在国际油价还没有涨到80块嘛 就是至少WTI RENT已经到 快到了 然后第二个好消息是台币够强 你别看台币成长歪歪10% 这个数字就是台币够强某种程度上缓冲到 我们这一次的进口成本 所以说现阶段油价虽然是高 但是还没有到已经会影响景气的地步 但是说坦白话 我觉得今年下半年一个很大的变数是 因为毕竟现在是在淡季的情况下油价上涨 而且马上5月下旬 这个OPEC要决定要不要延长减产嘛 然后再加上5月下旬 这个就是伊朗的问题要怎么解决 现在看起来法国总统 这个马克龙跑到美国去 他已经说了 川普会退出啊 对 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如果伊朗的问题没办法妥善的善聊 那下半年的油价特别是进入到旺季 因为今年底面够强 进入到旺季之后它是个问题 但是我觉得且站且走 因为其实今年的油价走到这个位置上 资金面的炒作是很强大 那理论上它其实应该是不会一次就突破上去 但是如果真的一次突破上去 我觉得是今年下半年最大的风险 然后另外一个今年下半年最大的风险 其实我们刚说内需很强 其实我们要感谢新台币 虽然新台币对出口厂商是一个牙 就是很痛恨的东西 但是新台币其实真的帮我们解决掉 缓冲掉这波油价上涨 其实对于理论上该出现的通货膨胀 那如果下半年我们遇到的是油价涨台币贬值 你别说2008年我们就遇到过这种情况 最近也是啊 最近其实是这两天 最近台币开始在贬 如果这个再贬下去 这个问题就是下半年景气趋缓会更确定一点 其实很麻烦 好那颜波士刚刚讲说台币很强 是相对大概在两周前非常强 但是这一两周来 你可以看到台币其实是持续走贬 尤其是这个礼拜 这个台币贬是非常的凶猛 那当然今天是略为回升了 可是到昨天台币已经见到29块7了 29块7 那今天是升值6.9分 所以台币收在29.636 但是这个汇价已经是 大概连续三周四周来的 这个持续走贬的情况了 那所以呢 如果下半年台币又开始 这个持续的转落 那再加上油价呢 还是居高不下的话 那当然这个对于进口物价的压力 就很大了对不对 然后这个不只是油在涨 你看到其实镊啊铝啊 这些基本金属的价格也是持续在涨 而且在这个时间点央行会很尴尬 因为到底要不要升息 对就是又怕又要升息 其实对国内是一个压力 但是杨金龙已经讲了 他在立法院报告已经暗示不升息 因为他说物价稳定啊 没有那个是在最近台币贬嘛 然后那是三月的事情 那是在最近台币还没有贬值 原本其实大家都知道台币还没贬值 没有没有这是这两天 这两天 他在立法院这两天打询的时候 那我相信希望是如此啦 因为过去未来的话 台币其实我其实说坦白话 现在看起来汇价的问题 其实会是一个 我们必须要去注意到的问题 他除了牵动国内股票资金的走进走出以外 那另外一个问题 就真的是通货膨胀 我自己是这样子预测啦 我自己觉得这一波的台币弱势 我们要分上半年跟下半年来看 上半年大概已经很笃定了 我们走到六月台币都是弱 美元都强 因为其实从比较precise的统计资料来看的话 今年其实五月 就是我们马上即将要到的五月 下个礼拜开始 到六月中旬 美元其实有一路走强的理由 然后六月下旬 就会迎接到一个变盘 我们就要有一些情境来看 我们先来看 我认为 在这个六月中旬以前的状况 六月中旬以前 为什么会觉得 美元其实真的有可能会一路走强 第一个 你先从五月上旬 要公布的第一个数据来看 下礼拜我们马上迎接 就非农就业 对 说坦白话 我个人觉得 其实听众朋友最近如果有在看美国的棒球 你会发现最有名的两个人 一个是大股翔平 另外一个是林芝伟 那这个东西 其实为什么跟非农就业有关 我就跟大家讲 不是看旁边人喝饮料 而是看林芝伟的穿着 我就觉得好好玩 林芝伟最近打安打 他穿的跟阿尼一样 你看他就戴个毛帽 然后那个拉超高 美国现在天气很冷 跟我们感觉不太一样 其实今年四月份 如果听众朋友注意到 今年就是四月公布三月美国的就业报告 就业数据是不如预期 为什么不如预期 其实有一部分的原因跟天气有关 因为今年三月 其实北欧跟北美都有一样情况 天气太寒冷 那美国的劳动市场是这样子 就是说你在计算进去就是所谓的就业人数 不是说你有工作就有 而是说你要今天在我们统计的这一天 你要拿到薪水条 可是万一大风雪我今天没上班 我就拿不到薪水条 我拿不到薪水条 我就没算在这里面 那这个数字在上个月的非农就业 我相信它有影响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从两个指标看起来是 美国其实上个月就业没那么烂 第一个指标 美国不是每个礼拜都会公布一个小非农 ADP的就业报告 ADP的算法就是另外一种算法 它的算法是 你算民间部门 没有它是算 只要你在名册上就算数 有没有领到薪水没关系 有没有请假没关系 一个是你要领到薪水才算数 一个是算在名单上就算数 那当然名单那个比较不容易受到天气的影响 那上个月是二十几万人 那这两个差距就凸显出天气的成分很高 另外来讲ISM指数里面有个就业人数 那其实也都是还不错的 所以说我判断就是 就是从林子伟的穿着 还有就是 就是你可以看到最近那个大骨香甜 那个长袖 哦 那个很厚 感觉起来 这个天气的因素 应该是决定上个月就业报告不合理的情况 那美国的基期拉那么低 这个月会反弹 那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月中 其实我觉得听众朋友 好那至于月中有什么因素 这个非农业就业数字好的话 美元就会相对比较强了 这个是刚刚言博士的观点 好那月中情况是如何呢 我们这边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98新闻台 FM98.1 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好在我旁边的是 袁大保华综合经济研究院策略分析师 严晨辉博士 严博士刚刚谈到了 五月初要公布的 美国非农业就业数据 应该会反弹 没错 应该会比较好 那是相对 这个会刺激美元相对 即使不走强 大概也可以稳定 有支撑了 也是支撑美元的一个重要力量 那之后还有什么样的事件因素 可以支撑美元呢 我觉得现在其实美国有一个现象 在全世界还没那么普遍 但美国很清楚 就是通膨 美国大概现在是全世界少数几个国家 通膨的方向已经确立 为什么这样讲 其实听众朋友 我们在每个月 美国公布这ISM指数的时候 你可以上网去查 查他的细项 对 像我们上个月来讲的话 ISM的服务业指数是58.8 制造业指数是59.3 好像都趋缓 可是大家其实可以看到细项 所有细项指标里面 最高值全部都是物价 举个例子来说 在这个服务业指数里面的价格指数是61.5 然后再来就是就是制造业指数最高值是78.1 你知道ISM这是扩散指标78.1代表说将近已经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厂商是在调价 你知道很多人都把最近的物价上升拿去跟就是所谓的油价有关 当然有一部分是有关 可是如果普遍性这么高 代表厂商已经有转价能力 你知道这种转价能力是这样 就是说就是经济学有讲一个东西叫标签成本 一旦我涨了 就像说各位去早餐店说今天就是多加了五块钱 他就永远再回不来了 这就是这个情况 油价是加了五块还可以回得来 但是早餐店加了五块就再也回不来 美国是有通膨 这个价格僵固性很强 没错 那通膨一旦出现 其实我觉得这就是月中 每个月的月中就是公布美国的物价数据 那这也会有支撑 第三个就是月底 事实上很多人都知道好像都觉得说 川普的减税已经减很久 但事实上是还没开始 减税是通过了 但是实际上你要等到交税的时候 才真的会有减税吗 那美国四月份开始是要开始做就是所得税的缴交 那台湾是下个月 那这个所得税缴交的时候 因为历史上这样 我们在看统计数据都会用一个东西叫做季节调整 因为例如说每年四月要缴税 四月基本上它的就是消费会比较差 如果没经过季节调整 所得会比较差 但是你透过一些统计因子把它推上去 但是统计这种东西 它其实是不会去考虑它减不减税 所以说因为今年减税 所以说今年在四月份的时候 它的所得其实不会降那么多 消费也不会降那么多 所以说再加上原本历年来的这个 所谓的季节调整因子一层上去 其实看起来到五月底 美国公布这个所谓的个人所得跟个人消费支出 看起来是有机会是有一定程度的支撑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实美国在五月份看到的 都有一些反趋势的现象形成 有物价然后有就业 而且还有所谓的消费 这些东西其实都可以被非经济因素给解释 可是如果这么多的非经济因素的巧合的发生 其实大家会有形成一种 好像美国经济在四月份的一种隆景 然后你看五六月中旬联准会要开会 六月中旬联准会要开会一个很大的情况就是 这个点证图上次是三次的升息 对啊所以就是六月也是一定会升息 其实六月不只是六月一定会升息 他还会有点证图的上影 告诉你今年可能会升四次 为什么 因为如果其实听众朋友有在注意到 联准会的点证图 上一次的点证图是认为升息三次的 跟认为升息四次都是六个人 人数一样 只是中位数刚刚好是在就是升息三次 可是只要有一个人跑票到第四次 就是升息四次 而且那个人已经出现 那个人是联准会副主席 刚刚任命的联准会副主席 他就跟你讲我要升息四次 他在上次没投票 他现在是会投票 那基本上现在看起来经济数据好 然后再加上新的联准会副主席 又像是一个升息四次 他会改变这个联准会内部的这种 鸽派的结构 会比较偏向是一种鸽派的发展 所以说我会认为 就是说如果你问我下半年美元会怎么走 可能还不是那么方向确定 但是现在比较有大概率告诉我们说 这波的美元看起来 有一路有机会是强到 就是接近是六月中旬 联准会开会 那接下来的变数就是要去看 下半年的景气是怎么走的 好 那如果说今年要升四次的话 那基本上我们看到 美国十年期国债殖利率 甚至两年期国债殖利率推升的力道 可能就更强了 没错 那其实最近美国的国债利率 大幅的推升 快速的推升 其实跟刚刚言博士所讲的通膨 应该也有关系了 这个物价上涨的压力 其实如影随形的 就会让实质利率持续走高 因为在这个市场上面 大家在吹债卷的时候呢 一定会去看通膨的实际发展的情况 那再去决定 他们后面可能预期未来利率的走向 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大家担心了 就是说这个十年期国债殖利率呢 虽然说在美国的周四 从3%又掉下来不到3% 但是呢 在周三呢 那是这个四年来首次占上是3%收盘的 是 那这个十年期国债殖利率不打紧 更麻烦的 现在目前市场有人讲说 是两年期国债殖利率大幅的上升 两年期国债殖利率 现在已经来到2.5左右 也就是说呢 如果说我在这么短天期的投资上面 两年我就可以拿到无风险报酬2.5的话 那我干嘛还要去买股票去冒风险呢 我十年就算了 十年你说3%就算了 十年很长嘛 对不对 谁能撑十年啊 可是两年太快了吧 两年就一转眼就到 两年现在都有2.5了 我还干嘛去看十年3不3% 所以现在市场的焦点转移到短期 呃债卷的利率上升的更快速 而且更明显的情况 不曉得颜博士怎么看这个事情 两年期都到2.5了 我其实齁 其实要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个很有趣的事实 就是说 最近很多人都用 十年期债券殖利率或两年期债券殖利率来跟我讲说 呃可能是不是要看空了 说实话 一个市场来讲齁 我们事后来看 在解释利率上面 其实我不代表我看多 说实话 我们其实很早都知道 我们很早就觉得多头上可能已经结束 但是我反而会觉得 最近大家过度解读这个利率 为什么说过度解读 因为一个利率的上升 它可能反映两个现象 股票价格我们之前讲过 我的认为就是像连准黑Model说 股票价格等于未来现金流量的折现值 那很多人在说 那折现值不就是利率吗 可是利率的上升齁 基本上如果是其他情况不变 也就是利率上升 可是分子这个现金流量没变 那当然股票是很贵 可是利率上升 如果反映的是好的通货膨胀 举个例子来说 好的通货膨胀 就像是我们刚刚看到 在ISM制造业指数那种感觉 就是厂商有能力转嫁 现金流量应该是会增加的 好的通货膨胀 其实分子跟分母是都会提高的 同步的 所以说真正的问题不是利率 真正的问题是 你现在造成利率上升的原因是因为 好的通货膨胀还是坏的通货膨胀 坏的通货膨胀就像是油价上涨 那问题大了 因为历史上也发生过利率一路走扬 但是股票是创新高的 就是说原因是什么 那坏的通货膨胀它造成的影响 是不会是只有利率走扬 还会有一个东西跑出来 风险利差会扩大 高收债会开始会有一些不稳定的现象会出现 为什么会特别会讲这件事情 因为其实如果现阶段你会看到就是 坏的通货膨胀对景气有一些疑虑 那你就会看到各式各样的风险利差 就会开始扩大 所以说其实对于听众朋友来说 你其实当然最近高收债 其实就开始已经有点不稳 但是我们要讲就是说 逻辑上来看不能够只是单纯的说 因为美国十年再来到了3% 美国两年再来到2.5% 我们就觉得好像这个多头市场 是已经是没有希望 其实我们应该更客观的来看 就是当利率走到这个位置 它背后的原因 如果是因为就是油价 假设在跌利率走到这个位置 是因为好的通货膨胀 其实我们可以比较正面去看 那现在什么情况 现在其实不是到决定的一刻 因为其实两个因素都有 就是它同时有反应 就是需求面其实是够的 同时也有反应 就是因为油价的升高 它只是告诉我们要去worry 但是不要到那种很恐慌的地步 我觉得还不到很恐慌的地步 没错 演播是这样解释非常有道理 也就是说 其实你要看这个数据背后的原因 也就是说如果说利率升到3% 升或4% 企业还是能创造非常好的盈利的话 它盈利还能增长的话 就代表说 它能适应这个3%4%的环境 是啊 那如果说呢企业盈利在衰退了 它开始在下滑 它不能去适应这个3%4% 不要说3%4% 2%它都不能适应的话 那利率升到2%也gain over 所以财报最近就很重要 对 所以但最近美国财报是很好了 你是看到像最近 包括脸书的财报 亚马逊 你看亚马逊股价在周四又创了历史新高 最主要原因是因为它财报数据大好嘛 那包括美国的传统产业 像波音啊 Caterpillar啊 财报数据都很好 只是说这个财报数据的好 可不可以持续下去 那这个当然也要看说呢 这些企业是不是能承受这样的利率的条件 没错 刚岩博士在讲的这个所谓的好的通膨跟坏的通膨 马上想到一个 就好的胆固存跟坏的胆固存 我们常常讲说那个总胆固存 就是好的胆固存跟坏的胆固存 两个加在一起嘛 对不对 假设说你的好的胆固存是高的 你的坏的胆固存是低的 那其实总胆固存高点无所谓 因为其实我会讲这件事情是有一件事情 因为其实很多投资朋友 我们都知道其实今年来讲 我们上次有讲过一句话说 现在你问我说是不是一个投资的好时间点 当然不是 但现在还能不能够交易 绝对还能够交易 因为市场他不会是一次就这样子一泄千里 除非你遇到雷曼兄弟那个样子 那其实他都有多有空 我会觉得说现阶段他不到那种决战的时刻 因为某种程度上好的通货膨胀跟坏的通货膨胀 或者说经济数据他只是趋缓没有到衰退 现在就大概在这个位置上面 那他会像个潮来回可能不会再创新高 但是这个潮不会是一种会让我们恐慌到 马上就没有希望的一个潮 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好那另外国发会今天也公布三月景气对策灯号 连续两个月维持代表稳定的绿灯 好国发会表示国内的景气仍然稳定复苏中 但是动能不强 我每次国发会我都会讲的国发会 对不起啊听懂 有时候讲太快 好原谅我 pardon me 好那今天是公布三月份的景气对策信号 综合判断分数是23分 叫二月的24分减了1分 不过呢24分仍然是在绿灯 所以说呢连续两个月呈现绿灯 领先指标微幅下滑 但同时指标呢是上升的 这个显示国内的景气是温和正在成长之中 我们这边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原大宝华综合经济研究院策略分析师 颜承辉博士在我们的节目现场啊 我们剩下最后一段时间 我想请教原博士几个问题 因为你刚刚竟然谈到五月 这五月马上要来了 我们常讲的多事之秋嘛 进入到秋天好像事情变多了 虽然还没到秋天 即将进入到夏天 但是感觉今年的夏天好像是多事之下 对不对 因为五月十二号有伊朗核协议的问题 就是川普到底要不要退出伊朗核协议 那法国总统马克宏已经讲了嘛 就是川普已经告诉他 他一定会退出嘛 他在白宫开记者会的时候 当了全世界媒体这么说 那川普还能丢下这个脸吗 连法国总统都已经帮他先讲了 说他会退出 就肯定五月非常有可能退出 退出的几率我认为高达百分之七八十了 那这个就会动摇到能源市场 因为伊朗一天也是几百万桶的输出 一旦对伊朗重启制裁的话 那是世界混乱 再加上伊朗又可能会重启浓缩的提炼 那这些中东的问题 地缘政治的问题 包括以色列 包括沙维拉阿博 叶门的问题 甚至叙利亚问题可能都在起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 就是五月还有川金会 对不对 今天文经会会完了之后呢 然后接下来恐怕更重要叫做川金会 那川金会会出什么样一朵花来 这也是五月的大议题 所以五月大议题蛮多的 那从今天的川金会 袁博士先来评论起吧 再把这个五月一连串的这个全世界政治的问题 以及财经的问题 我们怎么综合来看 我应该这样看 其实我们今年在年初的时候 就跟大家谈到一个概念 与其你 今年其实亚洲事情很多 但其实问题不在东亚 问题一直都在中亚 就是中东 为什么 因为其实你可以看到 有一句话叫一个巴掌拍不响 就是说今天 到底对川普来说 哪一块是实的 哪一块是虚的 就变得很重要 如果在亚洲 他是实的 扎扎实 特别是北韩的问题 他是个扎实实的问题 那这个事情绝对不好解决 我们就以今天的来讲 刚刚其实北韩跟南韩之间 已经确定签立一个中战 那他们也告诉大家 就是未来不会有真的 就是打仗了 但是他们如果 这样看起来其实很好 但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在正常的外交体系 就是我们所谓的精英外交体系 来讲是不能够允许的 是北韩说 我们不会再使用核武器 但他没有讲清楚 那如何去 像是伊朗的问题 如何去监督 我们这个去核化 那如何去就是 减少双方的武力的部署 这个东西其实 原本是需要一个 就是很清楚的承诺跟步骤 我们才有可能说宣布中战 可是在川普来讲 他本身 其实我们之前有跟大家提过 对川普来说 他其实一直都不想介入北韩的问题 其实川普一直都是用 国内思维 他的外交政策就是国内思维出发 其实把北韩的问题解决掉 他其实在共和党大选 你不会多两票 一票也不会多 因为这个美国人 犹太人比较多 中东的问题比较大 那其实亚洲事务上 他其实一直都很想撤出 只是找不到一个好的点去撤出 那现在北韩 就是南北韩的问题 有一个台阶下 川普其实 适时地就把这个压力给卸下去 川普可以去收割 他可以去割稻子 而且这个稻子割下来 其实就算北韩没有真的去核化 他基本上只要北韩在这个川普的任内 安安静静的 不要随随便便 四射飞弹 核子弹藏在土地里下 基本上这个问题就解决掉 基本上我不认为金正恩会让联合国 甚或美国 或是其他国家来监督他所谓的去核 也就是说去核就是要 在联合国的监督之下 或是说在国际的监督之下 把他的核子设施 包括他的核武 现在全部都要交出去 我不认为他会这么做 因为这是他的筹码 那你说中战 其实也不就是一句话而已 但是今天是因为刚好是川普 如果今天是欧巴马这一种 一定会步步进逼 你今天讲完中战 下一个那请问你要怎么做 川普他现在是可以下台阶的 所以我会觉得东亚的问题相对来讲小事 可是其实我觉得听众朋友 我们上次有跟大家讲过 中东是我今年比较担心的地方 而且很担心 很担心有几个原因 除了我们上次有讲到叙利亚的问题 因为中东现在是多国的势力 差在那个地方一定要解决 它是有一种不得不处理的压力存在 第一个要解决的是叙利亚 第二个要解决的是伊朗 第三个要解决的是沙奥地阿拉伯 这三件事情都要解决 叙利亚的问题是什么 难民 今天说坦白话 对于就是美国来说 对于欧洲 特别是欧洲来说 今天欧洲整个民粹主义的高涨 不就是难民的问题 那所以叙利亚的问题要解决 所以说第一个 那块就是一个不稳定的因子 那伊朗的问题 说坦白话 它碰触到了共和党的一些核心的问题 就是所谓的 就是某种程度上 就是所谓的这种 跟北韩问题一样 但是伊朗就会用比较大 就是你到底现阶段的核协议是 停止研发核 而还是去核化 川普在之前 因为竞选中讲的话 实在太强烈 他告诉你说 现在你只是说我们监督你没有在扩大核武的研发 但是你没有真的去核 那伊朗也讲得很清楚 我们当时研究的这些浓缩也不是用来做核武 我们是要做核能发电 那你干嘛叫我一定要去核 所以说双方其实在核心的立场上面 其实都还是很不稳定的情况 所以说我觉得中东这个问题其实是很大 再加上现阶段来讲的话 沙烏地阿拉伯国内的政治 其实不是那么的稳定 然后沙烏地阿拉伯 其实某种程度上 他真的需要一个高的油价 让他有办法做所谓的经济改革 因为他毕竟这个2030年的计划 这个大话已经讲在那个地方 所以我觉得对听众朋友来说 其实我们不太需要 因为其实亚洲事情 我觉得是一个烟雾 但是中东的问题 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完全同意袁博士所做的分析 因为北韩发展核武 在南韩的观点里面 他是绝对不可能用来对付自己人 打完就没了 北韩的核武绝对不会射向南韩的 所以为什么你说首尔距离38度线这么近 那这个首尔人也就是老神在在 也不觉得金小胖有什么害怕的可怕的 就是因为他们很清楚 这其实就是一个系吧 他只是一个系 他只是核武只是一个工具 但是如果伊朗发展核武 那就不是个工具 不是一个系 那是实实实实实实在在的 对以色列跟沙烏地阿拉伯的威胁 以色列跟沙烏地阿拉伯 这两个国家绝对不会去做 是伊朗真正发展出来核武 那个一定是要开一场战争的了 就是说他还没有发展核武出来 他就要把伊朗的政权给消灭掉 没错 因为这两个国家跟伊朗之间的关系 那是叩仇 那不是同一个国家的问题 不是同一个 他们是什叶派跟逊尼派 甚或犹太人跟回教徒之间的 这种长期来宗教跟种族的问题 所以说这两件事情绝对不能相提并论 所以伊朗的核武是实实在在的一个超级大问题的 是然后最后我们就讲到贸易战 因为其实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谈一下 其实中美之间这个贸易战 它必然要有一定的程度让它去宣泄 因为川普今年要选举 那不是川普要选举 就是共和党今年 就是接下来是要选举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现阶段其实双方这个戏 目前演的还不错嘛 就是川普宣布了一个 我们快没时间了 对 代表团 美国代表团到北京去 到底可不可以达成协议 很难在这个阶段达 因为时间点其实还不够嘛 它还要有韵量 中国在这个时候做浪卜 所以你不觉得一次就可以谈完 不可能一次就谈完 好就没有这么简单跟单纯的